我是凌鱼 也是何家荣 1872集 对 这小子 就是太他妈的自以为是了 他根本不知道 他即将要面对的对手 是何其强大 大护法急忙用力地点点头 拍了拍拓杀的马屁 紧接着他神色微微一变 凝声说道 不过会长 何家荣这个小子的实力 确实不容小觑啊 我和二护法三护法 合力攻击他 都奈何不了这小子 当然 他也有几个实力不俗的帮手 为了不让自己显得太弱小 大护法特地扯了个话 你们三个联手 都无法站上他 拓杀听到他那话 眉头紧紧地皱起来 他转头 撇了大护法一眼 沉声说道 而且还被他把二护法 和三护法给杀了 并且把你打得鼻青脸肿 仓皇而逃 他的说话声音虽然不大 但却带着满满的寒意 而且夹杂着一丝韵怒 他对自己这三名护法的实力 是十分清楚的 他们三个人不只是能力出众 而且有头脑有谋略 并不是只知道闷头干的 莽夫啊 如果这三个人联手 就像他这样级别的高手 都会感觉头疼 没想到他们三人联手到最后 还是没能把何家荣怎么样 自己这边反倒两死一伤 大护法脸色微微一变 显得有一些难堪 他硬着头皮沉声硬道 对 他那几个帮手 着实有些厉害 我虽然拼死想保住 二护法和三护法 但是 奈何我分身乏术 最后 最后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他们两人 死在我面前 说到这儿 大护法的声音中 多了一丝哽咽 装出了一副 非常心痛的样子 摇摇头 咬牙说道 哎呀 我多希望 替他们死的是我呀 行了 你没必要在我面前演戏 唾沙淡淡地说道 一眼就看穿了 这位大护法的把戏 不冷不热地说道 死了的人 已经没有什么 提起的必要了 在我眼里 只有有用的人 和死人两种人 所以这次 如果无法解决掉 何家荣 被何家荣逃走了的话 那你也就变成了 无用的人 到时候 你就可以直接下去 陪二护法和三护法了 听着拓杀这话 大护法身子 猛地打了个哆嗦 急忙冲拓杀一点头 信誓淡淡地保证 请会长放心 不杀何家荣 我势不为人 那你倒是说说 你打算怎么杀他呀 这个 大护法的额头上 冷汗蹭蹭 一时间不知道 该如何回答 他刚才 还被淋雨打得 找不着背 现在就要他想出 如何对付淋雨 着实有一些难度了 在他认为最好的法子 就是拓杀亲自出马 跟何家荣拼个你死我活 但是他又不能直说 拧着眉头想的片刻 他眼前陡然一亮 似乎想到了什么 鸡声说道 哦 何家荣这次 是为了何子珍而来的 只要我们抓住何子珍 就相当于是捏住了何家荣的脉门 到时候 不必担心何家荣不妥协呀 而且 我们还可以提前设好圈套 将何家荣引过来 等他过来之后 直接斩杀掉他 无耻 卑敌 就在这个时候 不远处 一个梭罗树后边 突然传来了一阵叫麻声 所用的同样是当地语言 谁在那儿 是我们刚才捉到的那人 年轻男子 头一点 沉声说道 拓杀 沉着脸吩咐一声 把他带出来吧 是 那年轻的男子赶紧答应一声 接着 从几棵梭罗树底下 拖出了一个手脚 皆被绑住 满身泥垢的身影 看起来 是一个身材壮实的男子 你们有本事直接杀了我 我说了 我什么都不知道 男子仰着头扯着嗓子 大声地叫嚷 大护发皱着眉头 扫了这男子一眼 眼中闪过了一丝冷色 接着转头 冲拓杀问 会长 这小子是什么人 拓杀并没回答 他抬抬头 冲自己那名侍从 示意了一下 这名侍从 立马领会了他的意思 一个剑步 窜到了满身 泥垢男子的跟前 身手 在这男子手臂处 衣服上擦了擦 这名男子的肩头衣服上 立马露出了 带有五角形的对标 大护发看清楚 这个对标之后 面色陡然一变 蹭地一下站起来 一个剑步 窜到了满身 泥垢男子的跟前 一把将这男子的胳膊 对标撕下来 脸上浮现出了 一层细色 他兴冲冲地说道 会长 他是暗刺大队的人 他万万没有想到 拓杀竟然抓到了 暗刺大队的人 要知道 二护发带着一大帮人 在这里找了好几天 一直都没有找到 何自珍等人的下落 正一筹莫展呢 结果 没想到 他们的会长 刚到这儿 就带住了一名 暗刺大队的成员 应该是何自珍 派出去叫援兵的 他就这么从你们眼皮子底下 溜了出来 我不知道 究竟是因为他太强了呢 还是因为你们这群人 太没用了 听到拓杀这个话 大护发脸上 一阵清一阵白 神情极其难堪 是属下没用 大护发扑通一下 跪倒在地 满脸自责 心里暗骂起淋雨 都是何家荣的家伙 突然出现 分散了我们的主义力 才被暗刺大队的人 钻了空子了 啊 幸亏会长及时赶到 将这小子抓住了 才没有酿成麻烦 大护发急忙说道 如果被这名 暗刺大队的成员逃走 带上大队人马杀过来 那他们一切 努力就白费了 说着他转头望着这名 暗刺大队的成员一眼 沉双说道 这个小子 既听得懂我们的语言 又会说我们的语言 多半是跟着何自贞 长期待在边境的心腹 我们可以从他嘴里 拷问出有用的信息 找到何自贞 那何家荣的死期 也就不远了 呸 你做梦 这名暗刺大队的成员 你们 何自贞 在哪儿 大护发双眼布满了寒意 脸上的肌肉都不由跳了跳 冷声说道 我知道你或许不怕死 但是我敢跟你保证 你临死之前 一定会体会到这世上 最残忍的酷刑 这名暗刺大队的成员 挺了挺身子 昂着头大笑起来 接着扑的一大口鲜血 喷到了大护发的脸上 宁笑道 来啊 我迫不及待地想体会呢 老子要是喊一生痛 老子就是你养的 他叫宁齐 十八岁从军 二十岁被何自贞 挑入暗刺大队 十年来 跟着何自贞 身经百战 杀敌武术 别的没学会 唯一学会的就是 铁骨铮铮宁死不屈 不知死活 大护发勃然大怒 再次一巴掌 摔在宁齐的脸上 宁齐眼白一番 扑通一跟头 栽倒栽地 再见